选举进入最后关头 邱淑提最近几乎都在竞选车上度过 被问及现在的心情 忍不住当场泪洒 他说虽然大家都说他可能不会当选 但他仍然希望大家能够给他四年的服务机会 对我来说 很多人觉得我大概不会赢 所以我很着急 我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因为很多人说我不会赢 所以我觉得好像我能够为宜兰来泡洋来努力的 就现在最后这几天了 所以宁可不睡觉 我也不愿意放弃任何的一分一秒 我觉得这就是我身为一个 非宜兰栽培的宜兰师傅 我的一份心 我很高兴我能够为宜兰来泡洋 但是我很希望为宜兰打拟 不要只会有高高位的时间 我希望让我有细腻的时间来建议 我一定会让宜兰不宜兰不宜兰 其实我手挥到已经挥不动了 交通警察也没有人一天只会交通十几个小时的 手都挥不起来了 手都挥不起来了 然后脖子很酸 因为要看东边 要看左边 要看右边 我怕弄掉任何一个人 然后一直努力在这边看 那边看 一直弯腰曲弓 一直拜托 各位小亲朋友 我拜托你们 让宜兰有机会改变 所以我在把握 这样这几天的时间 我很怕它变成我最后的机会 所以我用这样的心情 努力的去争取了一张选票 宜兰新闻记者黄文淑采访报导 那我拜托大家也能够看 明天的证件辩论